好!開始了 你要生氣喔!你要生氣喔! 幹!你要生氣 要幹什麼? 幹!沒有業配! 沒有業配! 我怎麼換得到業馬啊? 你什麼? 我啊!我看的是 我還做紫色小人啊 因為都沒有業配 我這樣不能換你 我這樣嘛 對啊 你搞不好人業馬業配給你啊 送你一台業馬 好啊 你這樣有嗎? 好!拉我! 好!拉我!拉我! 拉我們 cerca 右會在喘 你擋在碰上面就中了嗎? 要補嘛對不對 怎麼補 Bro 溝通回去 下班 下班的 補啊 他職隊的好賺的 補啊 現在忘了 這次的節目是 CHAO C自動車 在這次的贊助 嗨,我是柯P船鑰匙 今天要船什麼叫? 今天要船身後這一台 我要教大家如果用 母胎計 順便教一下怎麼換備胎好了 那有些人不知道怎麼換備胎 對啊 好,我們去研究一下 你太山不知道在幹嘛 太山還在戳洞 太山還在戳洞嗎? 好像有格西勒 那些褲子 這不是要換啊 我給你準備 你看 不管是 有鋼的有底的都有 夠多啊 對 這就粗的 粗的 很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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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粗的啦 好啦 那我們是不是要普太劑 對啊 欸,苦瓜妹 你哪有叫苦瓜劑 這網友很奇怪 為什麼就要苦瓜 為什麼不能切植子 小黃瓜不行嗎 他說 網友說他長得很像苦瓜 他說我吃苦瓜長大了 還好 我喜歡吃苦瓜 幫你打開 哦,這樣 有沒有 自動補胎計 好,看一下 自動 對啊 叫中文 好告訴你,中文有看到嗎 他說要打完之後要開行駛 要讓他捲魚 哦,要讓他滾動 對 我們現在也很厲害 我們現在已經13、14個了 這樣 先看看哦 這樣 來哦 有拔嗎 啊,你有拔嗎 拔什麼 還沒啊 摩斯啊 還沒啊 哦,我已經灌了 在滾動啊 是這樣子用嗎 要再開關心了嗎 換這一個 這邊有寫啊 如果鐵釘太大就不用拔除了 直接灌下去就好 對啊 不管什麼東西一樣啊 都只用鐵釘的搖硬 搖硬 會不會太薄 那灌不下去 我拉吧 那我們拔起來是不是就太須多了 有粉耶 這有點像什麼是嗎 拔到氣一樣 要倒灌嗎 應該不用 現在用正拉了 拔了 我覺得我成功了 他帶我成功了 是嗎 真的是這樣嗎 對 你看 你摸一下 我把他打完了 空的 對啊 滾一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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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他不建議把輪胎這個拔下來 他的意思就是 補下去 你這樣就不會再漏了 好 因為旁邊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先來氣一顆 好會灌 來 我知道怎麼弄 好我們今天 一樣的位置 這樣會漏嘛 我們要把氣 撈一下 我們再打下去 滾一滾看會不會漏 就知道沒有用 所以剛剛都是氣太多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他是 快要沒氣了 就感覺上 撤到丁了嘛 哇 如果擬他沒氣的時候 所以現在是放氣 對啊 放氣了 哇 現在也比較沒了 有沒有 你壓力越小 他還是會慢慢的一點點而已 假設我們今天發現已經破崩了嘛 他就整天要搖一搖 九十九下 不過他本來是要 借位 給我 補我妹補的一塊頭巾 還在那 我可以啦 這樣你會 你可以我不行啦 你可以我不行 我寢度很大 不是啊 我怕被 喜歡你的 被攻擊 不會不會不會 你是他的天菜 好了 你注意看 稍後你吸不起來 真的會撞起來哦 有沒有 有補起來了哦 真的 我現在還蠻快的 你都噴了 沒了 這麼快 有沒有 這個比較快 我等一下滾一滾滾滾滾滾滾 我們再來噴這個 注意看這道啊 沒了哦 沒了 有沒有 真是太神奇了 這樣就真的不會漏了啦 就是 最早短期之內他不會 再漏 可以從這樣可以開到 你拍的地方 耶 成功了 失敗了幾次之後 我們終於成功了 所以做一個總結好了 我知道怎麼弄了 總結 就是第一嘛 我們知道 釘子 就會漏到沒有氣了嘛 那不用擔心 這個打下去他會幫你 把氣稍微浮滿 就可以開了 所以應該不會很飽啦 我覺得應該 最早這樣看起來應該 也有二十幾磅應該都有 是不是 第一就是釘子不用去拔阻 直接幫他壓均勻之後 也不用顛倒了 直接這樣壓下去 他是直接把整罐還蠻快的 剛剛這樣大概幾秒 30秒左右 應該就把全部都打進去了 打進去之後啊 你就是需要就是看著 可以開了沒關係 開了之後 就像這樣 那就不會再漏了 但是說這個還是真的有用 還不錯 還有一個前提 如果釘子太大 只不需要拔阻 就直接 讓它插著 就直接開過去就好了 對啊 因為拔起來 萬一洞太大 它補不起來 一直噴出來 就沒有用了 一下子就沒了 所以釘子太大是不用拔才對 不是不能 好 因為每一家的先進領的位置不一樣 這是先進領 再來就是找它的工 工具 工具 工具啊 你看哦 工具不是說這個啊 速度這一個 它也是靠這個轉 轉鬆 它轉鬆 所以各位 教友們 你們去 做保養 記得 要把備胎 也要記得打 不然備胎沒有去拿下來 是沒有用的 好記得哦 這個正重要 這一般來講 在保養啊 過程中 會被忽略的一塊 你要先檢查 要有牽引領 要有工具 要有備胎 你現在開始拔輪胎 不然你拔一拔 發現裡面沒有備胎 對就沒有用了 這個啊 你看 它有一個開口 要渡一下 啊它應該 這邊應該都有一個 切口 有些車套有一個三角形 穿車子 這個是沒有 啊轉 轉到底 一般來講啊 我會建議你今天這樣 稍微渡一下就好了 有什麼 他現在要拔輪 拔輪就是這樣 喔 拔輪 怎麼拖不進去 為什麼知道嗎 他給他換過了 換過了 換過了 這個是改旅圈 這個旅圈改過了 對 旅圈改過了 所以你們去改旅圈 記得那個工具 一般我們就停車嘛 稍微停一下 好 那記得哦 輪胎就是順時中是緊 逆時中是死 就是把它放鬆 好啊你如果你 覺得用手啊 壓 不夠啊 你可以用腳 會腳踩 好這樣轉腳 對吧 鬆了 好一顆了嘛 好把另外一顆 站起來 對吧 這樣鬆了 記得哦 鬆了 是不是剛剛都鬆了 嗯 鬆了之後你就把它頂起來 因為不然你這樣頂起來 再踩的話它會轉啊 那你了解了 了解了 那有些 車子的工具它有一支 直接可以這樣轉 嗯 雖然會比較重 所以 隨車工具真的很重要 我們 隨車工具都要檢查 啊因為這個千斤頂有些是開口 開口它有些是 是可以這樣 直接用這個 然後直接轉 對啊 用防一支 對 就是說它這個比較行 對 比較難擦 好啊記得要把手刀車 打出P檔 不然頂起來等它跑掉 對 如果你在那個高速公路 記得要在路間 有那個避車彎的時候 才可以 施座 不然很危險 好啊就把它全部都轉出來 欸 欸它是新的耶 還沒有 出新的那個都要發 對啊 外面判破耶 所以可見得這支 也不會中人的腰窩 好下去了 啊記得啊 加這螺絲啊 把它轉 記得用手先轉下去 確定 確定了才可以用工具 還不會滑 用手純是還好 用機器就比較容易 都縮到 都駕到超級大 再把它放開 落地的時候再把它穿緊就好 可是四顆都記得都把它轉到底 為什麼要落地再穿緊 為什麼不能先說 它會踩會空轉 可是你現在再把它穿緊的時候 你要讓地有摩擦 輪子才不會 不然你就靠著那個P的檔位而已 哇,你像這樣 它這頭腳有比較大彎 有沒有 一顆按 對 你用手擠你看 用腳踩可以這樣一直動 有沒有 那你手你看 覺得按啊 可是你用腳 還有空間 對 OK 它就可以放掉就好了 好啊,大家可以去夾 吃車啊 好了啊 這個放好了再刷 你有東西可以刺 不要 全新的咧 全新的再刺一次啊 我的怨念已經結束了 好 這樣就換好了 來會了吧 會了會了 會了喔 怎麼那麼累 好像打電話叫拖車比較快 可是重點來了啊 如果你在那個山上 人家的不知道在哪裡的 就要靠你自己的 就是 學起來 救人自救都可以 好,要記得 救人家來把它鎖好 不然開一開那輪胎飛走了 那就害人了 不是舊的 今天 分享到這邊 好,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這個誇張 這架法力力的 可是後面比較不好抓 他後面看不到啊 他如果 兩個你喜歡哪一個 哪一個 火台機跟背台 小孩子來選擇 我當然是選擇不要 直接丟著 坐建設就走了 沒有啊 其實我 我比較喜歡 自己換啊 對啊 我剛剛忘記拍那個 補胎劑 不是補胎劑啊 那個 可是擦的真的很難擦 怎麼這裡有一個 就是這樣 補胎劑 沒有剪 可是他重點你看 他沒有剪 可是他還是不會漏啊 他磨多久他還是不會漏啊 這是補胎劑 啊剛剛這個是 補胎劑 補胎劑 對 補胎劑 對 這一開始失敗了 一人 我們你看喔 可以的話喔 空的 剛剛我們大概還有半瓶 所以打不進去 沒有打不進去 氣太多的打不進去 對 因為負敵嘛 敵到最後就是 可能他的壓力 跟這裡的壓力是一樣大 他就三里半瓶 進不了 其實我使用的 好 你在這邊 下輪的收藏 說 廂 在這裡 時代 你喜歡不同的 叫 雲 雲